這次拍攝的最難忘是 有時看自己拍攝的場地 在艇會 看環境 等等 有時你們問的問題也好 有時在這些情況下 就會想出一些畫面 高醫生是一個時間上的難忘 為甚麼時間上的難忘 其實只有半個小時做訪問 其實有十幾個問題 其實是搶著搶著地回答 他又搶得不錯 又做縮功課才來 所以每一條問題都答得很完整 這方面是我當初沒有想到會是這樣 其實想透過這次的短片 想將自己在這麼多年爬艇的經驗 所得到的經歷和一些領略組的道理 想和其他人分享 曾經試過退役 退役員 又再回來做運動員 這個經驗就是想鼓勵一些人 要把握到機會 和知道自己在那個時間上 會適合做些甚麼 我想到這一層的話 其實都好像我們學習一樣 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去學習 做人是不要放棄學習 其實無論你本身的學歷水平 是幾高幾低的 其實你不放棄自己去學習 其實你每天都有些新的東西 有很多人會覺得 我去到某個年紀 我就退化了 我也都接受不到一些新的事物 但其實原來不是的 你看回兩個避刊 其實他們都說 就算他現在這樣的年紀 就算他現在有這樣的成就 但其實他也是要不斷去學一些新的 不斷去吸收新的